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 一个是美国股市的估值跟价格泡沫 那到底这要怎么解决这个泡沫问题 是继续让泡沫存在 而这个泡沫当然有它的收益 包括财富效益 让一般老百姓 包括对投金金都可以获利满满 但另外一个是泡沫潜在了破灭的系统风险 会怎么做观察 所以中美的对决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提到 中国利用西方国家的财政刺激 跟货币宽松的外部舒适环境 正在大举的去杠杆调结构 那消除泡沫发展 我们就要从两位关键的央行的行长 或我们称为副主席来谈起 这两位官员在昨天的一个讲话 跟最新的人事命令将会攸关未来可能三年 五年十年的国际金融局势 一位是现任的美联储副主席 跨尔斯 那另外一位是刚刚升任中国人行副行长的李波 那李波即将接任IMF的副主席 这两位副主席到底会带给中美 在金融或是国际货币准备货币发行 带来什么样全新的局面 在昨天这20小时之内 一个讲话 一个人事的提名权会有什么发展 我们先从跨尔斯来讲 这是美联储的副主席 那对标的是人行的行长李波 到底他们什么差别 我们先让跨尔斯讲话 昨天他是在犹他州的银行家协会来进行发表演说 为什么犹他州的银行家协会那么重要 那等一下我们要做个说明 他在这个发表演讲的场合很特别 那主要演讲的主轴是讨论数字货币的未来 观众要注意到 美国会不会有数字货币 刚刚好就是跨尔斯他掌管的业务 所以身为美联储的副主席 昨天的主题就在讨论 美国有联准会对于数字货币的发行 现在跟未来他最新的看法 那这个数字货币之外 还有IMF的一个权重分配 也是马上要进行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一价说明 好在讲数字货币之前 我们先看到跨尔斯 当然具有当然的投票权 他是副主席 他提到了几个包括了升息通胀 他所做的一些观察 第一个就认为说 这个通胀问题 就算是美联储的预测判断错误 假在一年之后没有看到 美国的物价回到美联储订定的2%目标 美国可以升息 不是只有QE 所以说美国有很多的利率工具 能够修正假设性的错误发生 另外他还是认为 美国的通胀膨胀是暂时性的 特别的原因 就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提到的 美国的就业市场出现一个最特别的发展 就是退休潮 就是退休潮 讲到退休潮 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领先很多财经节目来进行分析 那这边就要插开话题 因为最近我们在留言板当中很多人说 世光很多其他的不管是自媒体节目 似乎有分享金钱报的观点 那这是不是有抄袭的行为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多是希望能够原创 原创一些观念跟思维方式的原创 当然我们有很多二次加工的新闻 就是透过新闻的解读 希望有不同的面貌 所以好的东西或是有些创意创建 能够被别的自媒体认同 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所以没有存在什么抄袭不抄袭的问题 并没有 因为我们很多是一次原创 可是我们也很多是二次新闻的加工 资讯就是要普遍让大家分享的 好另外我们就要提到第二个重点 最近有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媒体跟网络社交工具 冒名世光在进行见谷跟招群的动作 绝对没有 为什么因为世光很不准 所以我们绝对没有这个建群 不管是在微信或LINE或是Telegram 各种的社交媒体进行见群动作 绝对没有提醒官媒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诈骗的风险 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见谷的动作 也没有进行社群或是其他有关于见谷的收费行为 所以官媒要特别留意 这没办法检举不完 没办法检举 我也咨询过律师因为大家的很多建造 建立社群平台的一些网址 或是他是用国外的账号 基本上你没办法在法律诉讼当中来进行避免 因为法律成本太高了 那你打到一个打不到一群 所以只好提醒我们官媒特别留意 已经有非常多人反应 世光你是不是有带股票 没有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建群 也没有社交行为 世光的社交平台 世光的私人的不管是LINE微信 只有潘金脸会存在 只有潘金脸会存在 基本上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建股行为 替大家风险 所以我们看到他提到 因为美国的就业政策目前来讲 主要要考虑到退休潮的变化跟发展 另外提到是银行压力测试过关 在因为跨尔斯 他是负责监管跟数字货币的 所以银行压力测试再度过关 使得昨天晚上我们看到非常多美国大型商银行 开始提高回购的金额 甚至配发股息股利 但银行压力测试过关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骗数 美国从2008年以来 至少进行了22轮大型的商银行压力测试 每一次都过关 各位朋友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 马上打脸 没有一家大型商银行 能够接受 能够应付新冠疫情 当时导致的美元流动性危机 也就是美国从2008年 至少进行了22次的压力测试 其实每一次都是骗人的 你懂我意思吗 中间很多波折 反正每一次市场出状况 都要等待每年出来救援 没有一次美国的商银行 不管是资产负债表 还是资本准备 能够应对紧急的危机 但美国还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说压力测试过关 银行体系是强而有力的 当然支持了 昨天很多商银行开始配发股息 增加回购的规模 激励了银行股股价的发展 昨天主要他的一些 记者的答问的问题 主要观察的是 昨天他在犹他州的银行家协会 来进行演讲 犹他州是沿湖城 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 美国周西部的州 这个基本上也不算是个大州 可是为什么在犹他州的银行家协会演讲 会那么重要 为什么会那么重要 观众主要就是跨尔斯的背景很重要 我们先讨论 直接直击重点 就是数字货币 因为跨尔斯担任美联储主席 副主席 主要就是负责金融市场的监管 所以包括商银行的压力测试 包括金融市场 甚至数字货币的发行都是他负责主管的 所以美联储会不会推行一个美元的数字货币 跨尔斯的态度跟立场就非常的重要 至关重要 昨天在讲完话之后 整个数字货币是全面性的反弹跟走高 反弹走高 为什么 因为跨尔斯讲出个重点 美联储跟美元并没有准备要发行数字货币 使得民间跟坊间的加密货币 数字货币各种品项出现了一个大幅反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过程 他怎么讲数字货币 各位朋友很特别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最后讲个例子 他说美国几世纪以来 美国人民对于新奇事物的狂热 最后多少会留下点好处 可是这种狂热 加上美国媒体爱吹捧的一个倾向 再加上很多人有害怕跟不上时代的担忧 这种狂热 碰到这种媒体 再碰到个人害怕跟不上时代的情绪 就引发了一些市场上的可笑地方 他在解一个例子 讲比特币 他说就像他年轻时代 1980年代 美国嬉皮时代 非常流行一种服装 叫做跨裤 关门什么叫跨裤 跨裤就是不戴不记腰带 然后这个牛仔裤穿得非常低 所以内裤露一半出来 这西平文化很重要的流行服饰 到了九年代 甚至现代 很多人不是裤子穿很低吗 内裤露一半出来吗 就是故意几乎到了生殖器上面 紧紧珍珠生殖器 所以内裤露出来 跨裤怎么来的 主要是美国监狱 为了防范人犯的逃脱 跟限制人犯的活动能力 所以规定美国的犯人不能系皮带 所以裤子就松松的 关门去想想看裤子松松的 你很难跑 裤子松松的 你一跑裤子就往下掉 所以就限制了犯人的行动能力 这种人犯对人犯的服装的限制 后来被美国西平文化的流行 跨尔斯就特别举这个例子 1980年代到90年代 西平文化大家都很流行 年轻人都穿这种裤子 就是裤子掉下来 内裤露一半 这是当时的流行 可是等到长大成熟之后 你看到年轻人的照片 你会觉得很尴尬 很好笑 你裤子怎么穿这样 他就把跨库文化 来比拟现在市场风行的加密货币 你将来有一天会觉得自己很好笑 很尴尬 所以美联储的态度 就是说不可能跟随 因为年轻人可以这样玩 可是政府假如把政府的服装 都搞成跟跨库一样 美军都穿跨裤 美联储都发行数字货币 那将来不是搞笑那么简单 不是尴尬 能够轻易的一笑而代之 所以跨尔斯就把数字货币 来用一个例子来解释 所以美国人这个演讲很可爱 就是跨尔斯 利用自己年轻时代的西平文化 来幽默的来形容比特币的发展 他认为这个数字货币 就是一个糟糕的 一个自欺欺人 一个狂热的时代潮流 时代潮流 他提到美元本身就是数字货币 他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美元现在有多少线超 大家不都是转账吗 区块链的技术 其实现在的美元就能够提供 为什么要额外去发行一个新的数字货币系统 而且以美元 美债的存量跟流动性 基本上不仅不要说数字货币 目前可见的其他货币都没有挑战美元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他举例 他说没有资产的加密货币 还有包括了黄金 黄金除了残留的金融作用 还有工业用途 甚至还有美学属性 而比特币只能吸引 吸引性跟匿名性 这种投机性值不可能影响美元 等等的一个替代需求 好这是他特别提到 所以他在这一次由他招银行家协会 特别是针对数字货币的一个讲法 因为大家对数字货币 巴威尔之前还提到 对于加密货币的风险提示跟研究 可夸尔斯一脚就踢翻了 大家对于美联储发行数字货币的看法 数字货币看法 因为美元 各位朋友 全世界的美元 万分之9999 都是数字化 不是吗 敲个键盘 2000万就转给你了 按一个扭 200块就给你了 基本上美元本来就数字化 所以这个数字货币支付的行为 基本上没有意义 你像什么分散 这个去中心化 没有啊 你看所有加密货币 不都在中心化 都在集中化吗 所以夸尔斯就举出一个例子 好我们特别提到 这个夸尔斯提到 那美国政府对于数字货币 基本上是宽容的 就让你去玩 所以使得昨天比特币以太坊 就价格开反弹了 最近已经很久不讲加密货币 因为跌太惨了 所以这个昨天反弹 反正就是 至少美国政府不会跟我们竞争 而且感觉是比较放纵 让你去玩 这个夸尔斯对数字货币的看法 好朋友 夸尔斯在干嘛 它很重要 因为跨时的任期快要见满 大家知道美联储 他的监管副主席 这个位置 其实历史必不由久 是2010年 在2008年次大海啸之后 美国国会 针对商业银行的风险 因为雷曼兄弟 贝尔斯登 出现经营风暴 所以美国国会就提案 美联储要增涉 加一位副主席 专门负责监管业务的 就是美联储的 美联准会的监管副主席 可当时总统是欧巴马 他反对 所以在欧巴马时代 他没有提名 他就不提名 你们说这个位置 好 设给你设 我也讲过你们国会 可是我不提名 所以美联储的监管副主席 一直是一个空缺 只是由其他副主席 部分代理 所以监管副主席 他是一个实质但虚位 没有人做派任 欧巴马是拒绝提名的 一直到2017年 跨尔斯被川普提名之后 才填补了监管副主席的位置 所以他也是美国联准会史上 第一位正式负责监管的副主席 那他负责什么呢 关门 包括了除了传统银行之外 包括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包括了调旗衍生市场 包括HFund 包括投资银行 票据交换跟交易所 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 基本上就非常大的职责 所以他负责包括了像压力测试 包括了市场上的正常的状态 他就是整个美联储的风计股长 我们可以叫做纪检委 比纪检委还大 管市场的各方面的一个工作 那为什么川普要提名跨尔斯 那就要看他的背景 刚刚我们提到 这一次跨尔斯的讲话 在犹他州银行家协会 跨尔斯他的家族的发源地 就在犹他州 就在犹他州 而跨尔斯在接受川普提名之前 本来就是一个 具著名的师母的专家 甚至他最后工作是凯雷 美国最大的师母基金的 董事的席位 董事的位置 然后他被川普给提名 当做副主席 那也不是他了不起 而是跨尔斯家族的一个故事 讲到跨尔斯家族的故事 我们就要先提到 他基本上他的叔叔 也曾经担任过美联储的主席 跨尔斯的叔叔曾经也担任过美联储的主席 所以不管他是当做副主席 还是当做凯雷资本的董事 其实美国人是非常非常封建的 你像巴菲特的父亲是参议员 比尔盖茨的妈妈 是IBM的独立董事 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的创业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的总性制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 美国人的阶级也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 所以跨尔斯能够做副主席 你家里有谁 我叔叔曾经是主席 跨尔斯的叔叔 艾克·跨尔斯 基本上跨尔斯 他曾经是在1934年到1948年 曾经来协助罗斯福来度过美国的大萧条 所以你知道他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他叔叔能够被罗斯福看见呢 再往上追故事 他们家的发家了不起了 在两个世纪之前 从苏格兰坐船来到美国创业 当时美国就开发大西部 所以他们的家人 就是跨尔斯的爷爷辈 大卫跨尔斯 就跑到透过1869年 美国西部铁路贯通之后 跑到西部 一起来开发大西部 那干嘛呢 开了糖厂 开了银行 开了铁路 开了梅康格斯公司 开了繁木厂 也开了歌剧业 成为犹他州的首富 犹他首富 所以大卫跨尔斯是整个 苏格兰到美国移民 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那这个大卫的大儿子 继承他父亲的一个财富之后 继续扩大他的一个业务 在美国中西部 包括了犹他州 爱德华州 包括这个怀尔明州 扩大他们的金融版图 在1931年 美国市场崩溃 经济大萧条的时刻 他非常非常成功的 闪避了市场的崩溃 跟经济的萧条 所以被应邀到国会演讲 国会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呢 你为什么能躲过金融大萧条 银行挤兑破产呢 那国会就邀请他 那跨尔斯就把 就把两个字 拉长成两个小时 这闻是 就通通卖掉 通通卖掉 我早就卖光了 其实他的躲掉 就是在很早时间 他就大幅的砍掉资产 当所有人疯狂追求财富的时候 相信各种各式叙述的故事的时候 跨尔斯家族 其实已在非常早 在泡沫破面前几年 就大举的处理 自己手上的各类资产 这当时在1928 1929 变大家成为一个笑话 变成一个笑话 可是后面非常荣耀 应邀到国会来演讲 如何避免金融海啸 跨尔斯就是卖掉 不卖是笨蛋 我就卖了 那鬼故事我才不相信 所以当时被嘲笑 后来到国会演讲 所以后来罗斯福觉得太厉害了 你根本是魏谱先知 竟然能造金融海啸 而且能够把完整家族的产业 能够躲过亏损 而且后面还扩大 所以就把他提名当作 美联储的主席位置 所以到由他做到目前为止 到处都是艾克尔斯的建筑 又在沿湖城 根本就是他的大本营 后面在1976年 也把他其中包括参与胡佛水坝建筑的工程公司 卖给了奇异电器 所以我们看到艾克尔斯 跨尔斯 我们叫跨尔斯 基本上他的家族是非常非常成功跟伟大的 就是有钱人 好我们讲跨尔斯故事 当然也折射出就是美联储副主席的一个讲法 这个美联储副主席跨尔斯的背景 我们简单介绍过一次 也知道他为什么能够负责今天美国整个商银行或金融市场的监管行为 对于数字货币的发展 跨尔斯他有一锤定音的一个权利 所以美国的跨尔斯 基本上对于美国的数字货币 未来三年五年十年 新时代的货币体系 跨尔斯给出了一个方向跟变化 好当然我们注意到 因为跨尔斯他能不能继续掌握美联储副主席 这就要跟政治有关 因为他的任期到今年的10月13号就结束 就快要结束了 就快要结束了 尤其他是川普提名的 川普非常喜欢他 摆在美联储的一个重要的旗子 所以他届满之后会不会续任 会不会续任 就要看拜登的态度 拜登要不要改革美联储的一个结构 因为目前美联储的七位理事当中 有一位是空缺的 参议院没有通过 假如跨尔斯没有留任 那美联储就会空出两席 甚至到明年一月份 另外一位副主席克里拉达 也会任期到期就会有三席 巴威尔任期到明年二月到期 就会有四席 所以拜登够狠的话 他可以在未来一年之内 彻底的颠覆美联储 在中常委 在理事里面的结构 官方有报复川普提名大法官 所以拜登会不会这样做 到年底就很精彩 美联储有七席空缺 理事七席 十二席地方分行长 这七月当中一席空缺 一席就是跨尔斯 10月13号到期 另外我们看到 要不要留任他副主席 另外还有包括 还有克里拉达 还有鲍威尔 所以大概有四席到三席 我们就叫三席半 他有机会颠覆 这个位阶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观察 所以美联储在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这些连不连任 就看半变的一个相关政策 会动的可能性高不高 目前来讲应该是不太高 因为拜登是建制派的人物 这个会应该是颠覆川普的作为 而不是颠覆川普提名的人 好讲完跨尔斯看到了美国数字货币 未来美国会不会在数字货币 会不会是落后还是会领先 还是后来居上 还是不闻不问 后知后觉 我们不确定 可至少从跨尔斯的态度知道 美国美联储现在因为有美元的存在 可能是一个资产 也可能是未来的保护 所以美国政府或美国货币发行大局 美联储跨入数字货币 其实他的态度是非常保留 非常保守 从技术逻辑可能甚至是成就 很成就的 所以这是我们观察的 好他会决定未来三年五年或十年 整个美联储对数字货币的看法 我们刚才提到两位副主席 两位副行长 基本上他们都攸关未来三年五年 十年的竞争 另外一位就要讲到中国人行的副行长 叫做李波 李波其实还刚刚被提名 而且他提名很特别 当时提名来得非常急 因为过去中国人行是一阵五副 一位正行长 五位副行长 五位副行长 后来变一阵六副 这也是偶发性的 为了让李波能够接任 MF副主席 临时提名他 变成人行在现在是一阵七副 也就是副行长 是为了铺梗链链 他将去任命为 MF副总裁的一个工作 好 所以我们看到 李波副行长的任命 到MF接任副总裁 这是中国籍的第三位 中国籍第三位 中国籍为什么会有副总裁 其实以前 MF国际货币基金 他的副总裁 其实只有三位 这一阵三副 观伴注意 因为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 是群众最动最重要的 两个金融机构 世界银行负责做一个增量 跟扶贫的工作 国际货币基金负责流量的监管 所以一个是增量 一个是流量 所以这两个很重要 本来是一阵三副 中国要替代日本 或者是中国跟日本轮替 后来在美国跟日本 日本的朱铭自己讲了 就中国第一任 接任副主席朱铭讲 这日本人说 本来说给中国轮做 就我们一人做一届 一人做一届 日本人不想让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折冲 多争了一家 多争了一席副总裁 就变成一阵三副 变成一阵四副 2011年开始了 所以中国就常态的 成为一位副总裁 那为什么 好 观伴 我们先看一下李波 观伴 我们看到中国派去 艾美福的副总裁 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转折 当初朱铭接任 艾美福第一位 第一位中国籍的副总裁 是61岁 现在后来接任朱铭是张涛 他接任的时候是57岁 我们就知道做了4年之后 都要退休了 可是这次李波接任 他仅仅只有49岁 也就是李波做完一任之后 其实他还非常年轻 李波做完一任之后 不像朱铭 朱铭做完4年就65岁就退休了 张涛做完4年之后 61岁也该退休了 可是李波做完一届之后才53岁 而且他才刚刚从重庆副市场调过来 所以李波在中国的金融架构 跟人民币的国际化降格中 他将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为什么看年纪 看年纪 你总不会艾美福总裁下来53岁 你没有事情或没有任务派给他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三位 三位副总裁在艾美福任内当中 从朱铭67岁 张涛57岁到李波19岁 你光从年纪 你就看到李波他的派任 中国派了一位非常非常中壮年 也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 这个副行长去提名接任艾美副总裁 那背后的故事 他不是一个终结 也不是一个应付 而是一个全新故事的一个变化跟开始 那李波要干什么呢 我们想未来几年 李波要干什么 不要讲未来几年 未来几个月 也不要讲未来几个月 就在这几天 艾美福要扩增 要增资 所以李波要面对是艾美福增之后的分配 跟增之后的使用 那李波是干嘛的呢 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毕业 到美国布森大学 斯坦福大学 哈佛大学 分别练到经济学的博士 跟法律的双博士 然后这个很特别 这个是中国读完书 读完大学 去美国修到了硕士博士 然后毕业之后 现在美国跟香港担任律师的工作 所以他是进入了产业界来磨练 他并不是待在学术界 或进入了行政或官僚体系来进行历练 而是先去到行业 下海当律师 他先到下海当律师 那下海当完律师之后 2004年一归国 就担任人民银行的调法师的副师长 而且非常快时间就升任师长 36岁就成为政师级的干部 我们可以知道 李波是北京重点培养的一个人才 他不管下海做律师 还是从人民大学毕业去美国的练书 他的学历经历 还有在行政的官僚的经历是非常完整 甚至在2019年9月 派驻担任重庆市的副市长 创下重庆市当中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市长 做了一年半 又回到了人行 担任副行长 在今年4月代表人行出行博物论坛 也公开表态 对于加密货币有一定的态度跟说法 好 观众 加密货币 李波他的看法是强力的反对 跟认为要监管 他讲完话之后 讲完话之后也不是他的命令 整个中国对于加密货币的全面的查境 甚至连挖矿全面的杜绝跟禁止 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就如火如荼的展开 所以有时候我们大陆叫政策市 假如我们可以揣测李波的说法 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商机 观众你去想想看 李波4月份讲这个话 那不就是整个加密货币的起跌点吗 这是个巧合 还是一个安排 观众我们将来可以慢慢看下去 现在我们要观察 因为IMF即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做表决 就是在这个礼拜 IMF要讨论一下创纪录的增值案 6500亿美金的IMF SDR的增值 要大幅度的扩充 扩充IMF的资本金的规模 过去IMF总共分配了4次 总规模大概约莫3180亿美金 也就是IMF的增值 是增值两倍哦 从原来3000亿美金 超过3000亿美金 一口气要增值到一兆美金 那我们知道 因为SDR它基本上是一个 央行之间的一个准货币的一个分配 所以这个增值 有人讲它是个QE 忽然印了6500亿美金 而这6500亿美金 其实对于中国也好 对于日本也好 对于欧元也好 对于美国来讲 分一分不是个钱 可6500亿美金 很多会分给新兴工业国家 会对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 产生非常大的支撑跟助力 而这个增值案 现在就要讨论 在8月中旬要争取表决通过 这个故事后面有很大的阴谋 观看IMF的增值有非常大的变化 为什么有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跟大家提到 因为在李波任期被提名之后 他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IMF的增值案 第二个IMF的现在 今年第三季开始 要针对第16次的份额来进行检查 也就是在这一次 就是9月份开始检查 检查一年之后 将在2023年年底 要重新讨论 IMF其中的一个比重 货币的一个比重 我们上一次在2014年 2014年来进行一个调整 2014年调整 当时我们看到人币被纳入之前 美元占11.9% 欧元占37.4% 英镑11.3% 日元9.4% 后来人币纳入之后 人币一纳入就第三大货币 从0变10.9% 美元41.7% 美元地位没被影响 欧元的地位牺牲大了 欧元从37.4%降到30.9% 而英镑从11.3%降到8.09% 而日元从9.4%降到8.33% 所以当时人币被纳入SDR 主要是由欧元跟英镑让出份额 大概占了8% 而日元让的少少的 美元让的更少更少 所以形成一个结构 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 英镑地位是从第三大货币 一次掉到第五大货币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第15次2019年的调整 没有通过 2015年没有调整 是2014年调整 所以下一次调整 是2023年 好 观众 IMF的资本额 是谁决定 IMF的SDR 是全球所有央行的外汇储备的 压仓石 观众你懂意思吗 就是压仓石 央行的外汇储备有很多种 有各国的国债 有各种同质商品 甚至有主缺基金的股份 可是各国的外汇储备有个压仓石 就是IMF的SDR 特别提管权 这是各个经济体央行的压仓石 压仓石的成分是金的 是银的 是铜的 是铁的 还是棉的 观众 就是在于他们的份额 所以中国在10年之内 2013年都没有调整过 是不是该调整 我们看一下 因为目前IMF的算法是 你的比重多大 要比三样 比四样 第一个比GDP GDP占50% 就各国来比一比GDP在50%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开放性 占30% 自由兑换等等 占30% 另外 价格的弹性 跟这个价格的波动 占15% 另外 变成别人的储备 占50% 30% 15%加5% 这四项因子 来经过换算之后 成为你应该中的比重 最大头的是GDP GDP当中6成 4成是按照明目GDP 6成是按照购买力平价的GDP 也就是在今年2021年9月到明年为止 你从GDP规模 从市场的开放 从人民币最近的波动性到国际储备 2023年人民币的一个比重 可能会大幅度的拉高跟弹升 而人民币比重的拉高跟弹升 会吃到 会影响到美元的利益 影响到欧元的地位 甚至会影响到英镑跟日元的投票权 所以 李波这一次被提名一定会过 成为IMF的副总裁 基本上他的任务非常接近 有短期IMF的增值 是所谓的国际版QE 另外还有在下一次 10年没有调整的人币的比重 应该会调整 那是调整多少 是往上还是往下 那假如是往上能够增多少 是从现在的10.9 变成12.9 变成15.9 还是变成20.9 这就是李波的一个工作跟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析 我们掌握未来前进步伐 不管未来三年 未来三周 有IMF要讨论 还是三年 还是五年十年 中美的这两位副主席 在昨天一个的谈话 跟一个被提名 它会攸关世界中美G2两国 对于世界新框架的想法跟设计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有个理解 好我们休息一下这种广告 回来就观察一下 美国的通胀的变化 还有目前直率曲线 最近忽然出现变平了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实质利率往下 直接刺激了成长股走高 可是我们看到通胀有往下 那周期股会下来吗 会下来吗 我们看到从铜到贵金属 到昨天晚上的油 都有做拉回 那怎么做观察呢 我们休息一下 在今天部分 为大家做进步的观察跟解读